单人来关心国际财经消息 美股在经历大跌后 四大指数都出现小幅反弹 投资人对中国地产公司恒大的债务危机 忧虑减退 不过在联准会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出炉前 投资人依旧抱持着观望的态度 美股四大指数涨跌互建 详情我们连线国际中心记者陈泛宁 带我们了解泛宁 好主播 在经历为全球股市恐慌性抛售之后 标高的FIX恐慌指数回落 美股主要指数齐央但尾盘慢压再出 道琼标普涨幅全数吐回 中场小幅收黑 华尔街分析投资人还在等待联准会的最新决策 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恒大危机 市场还是处于紧张状态 美股四大指数收盘表现 道琼指数下跌50.63点 收在33919.84点 纳斯达克上涨32.49点 收在14746.40点 标普500续跌3.54点 收在4354.19点 非半指数上涨6.79点 收在3345.03点 欧洲股市方面 投资人同样对于中国恒大的债务危机 忧虑减退 让欧洲三大股市反弹收高 英国股市上涨77.07点 收在6980.98点 德国股市上涨216.47点 收在15348.53点 法国股市涨升96.92点 以6552.73点作收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脉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